曾经坐拥关东大帝 威震中国北方的后燕帝国 在慕容锤死后迅速土崩瓦解 后燕崩溃的同时 关中大帝上另一个新兴帝国 却是一路高歌猛进 接下来咱们就把目光 投向枪人建立的后秦帝国 之前咱们在说 前秦天王福建的时候提过 这个后秦的缔造者姚长 是个典型的反复无常 阴险狡诈的小人 但是姚长的儿子姚兴 跟他老爹似乎是一对反义词 姚长一副小人嘴脸 而姚兴呢 却是一派君子风范 姚兴虽然生来是个羌人 但是很早就汉化了 自幼熟都京史 一心想当一代圣君 姚兴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实行的 姚兴重视人才 从善如流 任何大臣只要上书提的建议合理 姚兴都能虚心接受 进见者不仅能得到褒奖 有时候还能越级提拔受到重用 比如姚兴手下的兵部侍郎边西 边西上书认为后秦的军令过于繁杂苛刻 姚兴马上就采纳了边西的建议 根据他的提议删减了过烂过重的内容 再比如城门校尉王宛聪 在姚兴出游晚归之时 严格执行规定 坚决不给这位皇帝打开城门 姚兴不但没生气 还升了王宛聪的官 与此同时 姚兴还关心民间疾苦 曾经发布命令 要求对那些因为饥荒 而被迫卖身的老百姓 一律免除奴隶的身份 姚兴本人也是力行节俭 所用的车马器物 从来都不用金银装饰 在姚兴的带动之下 后勤上上下下 形成了以节约为荣 奢侈为耻的良好风尚 即使是达官贵人 也很少铺张浪费 姚兴还特别重视教育 大力兴办学校 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 比如天水的江勘 东平的淳于齐 冯毅的郭高 这些著名学者都云集在长安 讲学授徒 慕名而来 各地的学生都有数万人之多 姚兴本人在正式之余 也常在内宫召见各路学者 有些文才好的人才 还能得到重用 被他安排在身边 负责起草诏书 参与机密 总之 自从姚兴继位以来 一直以孔孟之道 仁爱思想为指导 坚持勤政暗民 在姚兴的精心治理之下 本来饱受战乱之苦的关隆大帝 短短几年之间就经济迅速恢复 呈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在内政上历经图治的同时 姚兴在军事上也颇有建树 咱们之前讲过 姚兴的老爹姚长刚刚过世之时 姚兴就带领着这个后秦帝国 平定了前秦的残余势力赴登 之后姚兴又扫除了官隆一带多个割据势力 接着姚兴派自己的大将姚朔德 率军西征拿下了甘肃天水 姚兴对于出击时机的把握 就堪比天生善于捕猎的狮子 总是那么精准 在西燕的慕容勇被后燕的慕容锤灭掉的时候 姚兴审时夺势 果断派兵渡黄河 一举就夺取了原来西燕在河东的地区 就是今天的山西西南部 大得其力 之后呢 姚兴又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东晋 当时在东晋做皇帝的 是在中国皇帝白痴榜上 勇夺桂冠的晋安帝司马德宗 咱们之前说过 西晋有个白痴皇帝 叫晋惠帝司马忠 这个东晋的晋安帝司马德宗 可能还不如他祖宗司马忠智商的千分之一 这话不是我说的 史书有名正 史书上说 帝不会 自少极长 口不能言 虽寒暑之变 无以便也 翻译成今天的白话 就是说这个晋安帝司马德宗 连话都不会讲 生活也不能自理 国家怎么可能由他治理呢 有如此的傻皇帝 自然会引得无数阴谋家 静折腰 晋安帝在位的时间 东晋爆发了一波又一波 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断的动乱 趁着东晋 内部矛盾尖锐 无暇顾及的机会 公元397年 姚兴派兵东晋 一路是势如破竹 很快就拿下了原来东晋的鸿农 陕城 上落等要地 接着又让自己的弟弟姚虫率军攻打洛阳 尽管洛阳没能打下来 但是却得到了两三万洛阳的流民 大大充实了关中的人口 短短两年以后 姚兴又卷土重来 再次派自己的弟弟姚虫和大将杨佛松 进军洛阳 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 终于攻克了洛阳城 之后这后勤是声威大振 东晋在淮河汉水以北的诸城 大多是望风而归 再往后 志向高远的姚兴又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西边 而此时西北地区的形势和几年前又大不一样了 除了原有的西勤和后梁 梁州这个弹丸之地居然一下子又多了好几个国家 南梁北梁和西梁 这三个小国都是从后梁分出去的 后梁的国主吕光 在公元396年称天王时 已经是60多岁了 按现在的话讲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咱们之前说过 这个吕光原本是前秦天王福建身边的大将 受天王所托 征讨西域诸国 吕光在西域威震诸国的同时 收到了肥水之战惨败的信息 之后又听说天王福建惨遭瑶长的毒手 吕光当即决定留在梁州成为割据势力 自立为梁王 随着吕光的年纪越来越老迈 这个曾经的英雄也越来越昏庸 越来越猜忌身边的人 后梁的内部被吕光搞得离心离德 本来统治基础就不稳固的后梁 一下就变得危机四伏 公元397年的正月 吕光亲率大军前去征讨西秦 没想到战事失利 自己的弟弟吕炎战死 伤亡惨重 导致国力大损 这次战败就好像火星掉到了 一燃一爆的危险库里 让整个后梁帝国是四处起火 扑就不及 首先起来挑事的 是河西先卑首领突发乌辜 这个突发部落 其实和拓拔先卑同源 突发很可能就是拓拔的谐音 这个部落原本居住于墨北 大概三国时期迁到了河西地区 河西就是今天的青海甘肃粮省 黄河以西的地区 吕光占据了梁州之后 突发部不得不臣服于后梁 但是他们内心可是不服气的 所以只要机会合适 立刻就会爆发 得知后梁战败的消息之后 早就有一心的突发无辜 立刻宣布独立 自称大都督 大蝉鱼 平西王 定督连川宝 连川宝就是今天的青海民河 十六国之一的南梁就此成立 吕光派领自己的部下前去征讨南梁 却被这个突发无辜打了个大败 更让吕光难受的是 摁了葫芦起了瓢 此时后梁北部又出问题了 就在后梁的北部 又出了个新兴的国家 叫北梁 北梁守卫君主 是汉人断叶 不过在北梁起主导作用的 却是卢水湖人举渠部 据说这个举渠部 其实是匈奴人的一个分支 早年因为居住在卢水附近而得名 当时举渠部的首领 叫举渠罗仇 此人曾任后梁的上书 还参与了后梁和西秦的战事 后梁大败之后 举渠罗仇就被吕光 当成了替罪羊给处死了 这一下让举渠部的族人极为愤慨 举渠罗仇的侄子 举渠蒙孙 在伯父的葬礼上聚重起兵 很快就攻占了今天甘肃的民乐 和山丹等地 举渠蒙孙的堂兄举渠南城 听到表弟起兵返梁的消息 也起兵响应 大概是觉得自己这点实力 还不足以成气候 举渠南城就推荐后梁 地方实力派的代表 建康太守段叶为大都督梁周牧 而举渠南城自己担任辅国将军 掌握军政实权 十六国之一的北梁就此建立了 举渠南城这边进展顺利 声势浩大 但是首先起兵的举渠蒙孙 却吃了败仗 无奈之下 只能带着守下人前来归附 北梁的段叶 段叶任命举渠蒙孙 为镇西将军 吕光让自己的树长子吕转 率军前来征讨北梁 结果却让北梁打了个落花流水 趁你乱要你命 南梁国主突发无辜趁虚而入 趁着后梁心败之际偷袭后梁 内外交困之际 后梁的吕光是重病缠身 自知不久于人世 下次咱们就继续说说 野心勃勃的后勤姚兴 是如何鲸吞蚕食 逐步控制风烟四起的西北大地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